各位弟兄姊妹,祖美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每次我们都非常享受在敬拜的时刻 每一次我们都很享受在敬拜的时刻 把心中的重担和烦恼都能够交在主的面前 将心中的烦恼都可以交在主的面前 让我们可以轻心吐意的向神来仰望和依靠 若我们可以轻心吐意的向神来依靠 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今天选的PPT的背景是很特别的 大家可能留意到我今天所选的PPT的背景 是PowerPoint背景很特别 然后我也把经文和屏幕放到不一样的位置 我将经文放在屏幕不一样的位置 忧虑的长度是我们今天的题目 忧虑的长度是我们今天的题目 我把经文放在所有发射点的中心 我将经文放在所有发射点的中心 希望周围的那个忧虑 希望周围的忧虑 或长或短 密密密麻麻地摆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那种状态 密密麻麻放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那种状态 却有主的话在我们当中 都有主的话在我们当中 以至于让我们的心可以依靠主而稳定 虽然在众多的压力之下 虽然在众多的压力之下 辐射出许多的忧愁 会衍生出很多的忧愁 但是有主的话在我们的中心 但是有主的话在我们的中心 开始讲到之前 我要跟大家分享两首诗词 开始讲到之前 想跟大家分享两首的诗词 如果熟悉台湾诗人 近代诗人的话 我们想必非常认识这一首诗歌了 如果熟悉近代台湾诗人的话 可能会很熟悉这一首诗歌 这一首是香醋 这一首是香醋 小时候 香醋是一枚小小的优票 我在这一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 长大后 香醋是一张宅宅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香醋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一九七二年写下一首诗乡的诗歌 他主旧是在福建的永春 他的组织是在福建的永处 他是一九四九年的时候离开大陆去了台湾 我们大概会了解那段的历史和政治的状况 我们大概会了解那时候的历史和政治状况 有一大段时间两岸之间是没有往来的 所以他无法回到大陆来探亲 所以他无法回到大陆来探亲 时隔二十多年之后 他写下了这首乡筹 事隔二十几年 他就写下了这首乡筹 来表达他对母亲 对妻子 对祖国 常常的思念 去表达他对母亲 对妻子 对祖国的 长长的思念 其实在中国文坛史当中 其实在中国的文坛史当中 有很多很多表达 诗念的诗歌词句 有很多表达 诗歌的词句 我再分享下一首 我跟着分享下一首 十年生时两茫茫 不思量 刺难忘 千里孤焚 无处 化凄凉 众是相应 相逢应不实 沉满面 病如霜 忽来幽梦 夜来幽梦 忽还乡 小宣窗 正书庄 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长处 明月夜 短松刚 这首是苏式悼念她 她的王妻 所写的这个 词 这个呢 刚才这首是苏式调念她忘妻所写的词 她用非常简单的词句来表达十年生死相隔的那份诗念 她用非常简单的词去表达十年生死相隔的那种思念 此时其实苏式已取了王府的表妹成为自己的妻子 其实那个时间苏式已经娶了她亡妻王妇的表妹做她的妻子 现任妻子也是温婉 现任妻子都是温婉 善良的 所以她只能把对王妻的那份诗念深深的埋在心里 所以她只能够将对亡妻的那种诗念 就埋在那个诗前 直到十年的这个纪念的时候 直到十年纪念的时候 她才写下了这千古绝唱 才写下了这一首千古绝唱 她忙于自己的生活 她忙于自己的生活 也适应于现在的婚姻 也适应现在的那个悔音 但她内心深处对王妻的怀念 却一直伴随在她的生活里面 但是她对于她忙妻的怀念 就一直都在心里面是在书 因此这一首江城子以某正月二十日夜祭梦的这首词 因此这一首江城子月某正月二十日夜祭梦 这首词 可以说是在千百年来堪称为第一首悼念诗 可以说是千百年来的第一首悼念诗 因为它是记梦 记忆自己的梦境 所以也称为记梦诗 因为她记忆了作者的梦境 所以都是记梦诗 还有好多有常常诗念 常常情怀的这样的诗歌 那这两首诗歌呢 他们的风格迥然不同 虽然他们的这两首诗歌的风格 竟然都是不同的 却是以最简单朴素的词早 但是以最简单朴素的词早 来表达思念之情 来表达思念之情 无论是余光宗先生的还是舒适的 无论是余光宗先生的或者是舒适的 他们表达的情怀感人之深 他们表达的情怀都是感人之深 日久恰是思念的深长 日久恰是思念的深长 他们的思念可以跨越距离的遥远 他们的思念可以跨越遥远的距离 可以跨越政治的阻碍 可以跨越政治的阻碍 甚至可以跨越生死相隔 甚至可以跨越生死相隔 这些诗歌真的会很触动人的心灵 这些诗歌真的会很触动人的心灵 但是当我们回到基督里的时候 会发现长久未必尽都是好处 我们会见到长久不尽都是好处 我们可以借着诗歌来想象舒适的那份 深远长久的思念和爱情 我们可以借着苏式那首词去想深远长久的那种爱情 我们可以借着诗歌来体会余光中先生的那份 遥遥千里的思念 我们可以借着余光中先生的诗词去思考那个遥远长长的思念 但是我们不能真正的体会他的感受和他的痛苦了 但是我们又不可以真正体会他的感受和他的痛苦 所以长久的那份情怀 所以长久的那份情怀 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面 需要有一个转化成为更有价值的力量 需要转化成为更有价值的力量 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更加光彩 更加荣耀的部分 才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有更加光彩 更加荣耀的部分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的经文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的经文 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来一二三请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教导 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教导 让我们不要带着自己的忧虑 让我们不要带着自己的忧虑 让我们能够在一个新的观念当中来生活 要我们在一个新的观念当中去生活 我们稍微来分析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稍微来分析一下这段经文 耶稣不是说你们不要忧虑 耶稣并不是说你们不要忧虑 而是说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而是说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是说 人是会有忧虑的 会不会意思就是说人就是会有忧虑 但是要有一个分别 但是又有一个分别 就是你应该是不要为明天忧虑 你不要为明天忧虑 是不是说我今天可以忧虑呢 是不是就是说我今天可以忧虑呢 我们稍微画一个问号放在这里 我们稍微把这个问号放在这一树 为什么不能够为今天忧虑 要为明天忧虑呢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为今天忧虑 要为明天忧虑 像经文的下面部分说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也就是说 就是说明天也有明天烦心的事 明天也有明天烦心的事 如果你今天就烦了明天 如果你今天就烦了明天的事 你今天就烦了双倍 你今天就烦了双倍的事 当然经文不是这样说的 是我们的理解 但是经文就不是这样说的 是我们的理解 既然不要为明天忧虑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既然不要为明天忧虑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就是担当一天的难处 就要担当一天的难处 也就是说 今天的难处 我们今天当就够了 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难处 我们今天当就够了 在这里呢 我们会看到 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我们会看到耶稣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不要忧虑明天的事 不要忧虑明天的事 如果我们准确点说 如果我们准确一点来说 不要在今天就忧虑明天的事 不要在今天就去烦明天的事 也就是说 让我们好好地面对当下 耶稣在这里 清楚地给我们一个忧虑的长度 耶稣在这里 清楚地给我们一个忧虑的长度 这个长度不是二十年 不是十年 这个长度不是二十年 不是十年 而是一天 而是一天 今天的忧虑今天当 今天的忧虑今天当 明天的忧虑明天当 明天的忧虑明天当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为什么耶稣不直接说 你们不要忧虑 为什么耶稣不说 你们不要忧虑 有我在你们不用忧虑 有我在你们不用忧虑 可见不是不要忧虑的问题 可以见到不是不用忧虑的问题 而是忧虑的时间问题 而是忧虑的时间问题 而是忧虑的长度问题 是忧虑的长度问题 于光中先生也好 舒适也好 舒适也好 还是历史历代 为情 为事 为人 忧虑的人也好 亦或是历世历代 为事 为情 为爱 忧虑的也好 我们传统上会有一个观念 我们传统上有一个观念 他忧虑的时间越长 忧虑的时间越长 他的思念越长 思念越长 他的痛苦越长 痛苦越长 似乎他的价值 他的精神 他就越伟大 好像他的价值 精神就越伟大 越容易被人佩服 越容易被人佩服 但是很清楚的是 漫长的时间里面 人享受了 人体会的 不是爱情 而是体会那份刻骨铭心的痛 但在漫长时间里面 人体会的 不仅仅是爱情 是那种黑骨铭心的痛 对当下 对今日 有什么好处呢 对当下 对今日 有什么好处呢 古人愿意忧虑过去 古人愿意忧虑过去 今日我们真的形成习惯 会忧虑将来 今日我们真的形成那种习惯 会忧虑将来 明天我吃什么呢 明天会是什么呢 明天我穿什么呢 明天我穿什么呢 明天我做什么呢 明天我又做什么呢 明天我的脚步将在哪里呢 明天我的脚步会去哪里呢 我们的心真的会有压力和忧愁 我们的心真的会有压力和忧愁 我们需要依靠主除去这些压力和忧愁 我们需要依靠主去除去这些压力和忧愁 但是耶稣说 不是说你们不要忧愁 但是耶稣不是说你们不要忧愁 而是把我们的心花了一个时间段 但是将我们的心 而是将我们的心画了一个时间段 让我们把明天 将明天 让我们把未来 将未来 交在主的手中 交在主的手里面 但是要担今天该担的担子 但是我们要担今天应该担的担子 这样就是这两个问题 就是这两个问题 为什么耶稣不说 不要忧愁 为什么耶稣不说 不要忧愁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要忧愁 今天什么呢 我们要为今天做什么呢 我们要为今天做什么呢 因着这个缘故 我们要再往下看更多的经文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要继续往下看更多的经文 我们要来看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 就是这段经文的上文 我们看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 这个上文 在三十四节开始的时候 说所以 三十四节开始的时候 说所以 我们都知道 所以是一个总结的词了 我们都知道 所以是一个总结的词 总结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的这段经文 总结二十二节到二十二到 二十五到三十三节 二十五到三十三节的经文 三十四节是一个结论 三十四节是一个结论 那我们要得知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看它的上文是如何表述的 我们要知道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看它的上文是如何表述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 有三次出现 所以这个词 在这段经文里面 有三次出现 所以这个词 所以我们会看到 它层层叠叠地做了总结 做了一个概论 我们看到它层层叠叠地 去做一个总结 做一个代论 这段经文里面 主要告诉我们的说 关于忧虑的问题 这段经文里面 主要是告诉我们 忧虑的问题 但是这段经文里面 给我们明暗两条主线 但是这段经文 给了我们明暗两条主线 明线指的是说 你们不要为了吃 为了喝 为了穿来忧虑 在明线是 我们不要为了吃 喝和穿 而到去忧愁 而暗线是告诉我们 以暗线是告诉我们 不要为生活所需忧虑 乃要为其他的忧虑 不要为生活来忧虑 而是为其他的忧虑 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服吗 身体不胜于衣服吗 这是我们应该忧虑那个部分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忧虑的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们不应该为吃喝穿住行 这件事来忧虑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为吃喝住行等等 这些事来忧虑 应该忧虑另外一个方面 更深层的方面 就是生命 应该是忧虑 更加深层的另外一方面 就是生命 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服吗 你们看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窗里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你们哪一刻 哪一个能用施律 使寿数多加一克呢 或使身量多加一种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 是怎样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仿现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所极荣华的时候 它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 你们这小心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为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要用这一切的东西 你们需要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 这段经文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就是不要为吃喝穿生活所需的这一切来忧虑 不要为吃喝穿这些生活所需来忧虑 接着他做了一些例证 接着他做了一些例证 首先是小鸟 首先是小鸟 经文上面说 小鸟是怎样的呢 小鸟是怎样的呢 所有小鸟 不种也不收 他不用种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窗里 他都不用聚触在窗里面 就是他从来不为自己的生活来忧虑 他都不用为他生活来忧虑 从来不为自己的生活去储备 不会为自己的生活去储备 而天父如何代他呢 天父怎样代他呢 养活他 天父就养活他 就是供应他所需用的一切 供应他所需要的一切 经文很有力量地追加了一句 经文很有力量地追加了一句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更多吗 意思就是说我们比飞鸟贵重得多 意思就是我们比飞鸟贵重得多 神供应小鸟也必供应我们的需求 神供应小鸟也都会供应我们的需求 接下来作者说百合花 接下来作者就说百合花 而百合花里面他的装饰 百合花里面他的装饰 和他生存的时间做比较 他的装饰和他生存的时间 来做一个比较 这个他的装饰和他生存的时间 装饰和他生存的时间 他自身做了比较之后 做了这个比较之后呢 也跟所罗门皇帝做比较 也都跟所罗门皇来做一个比较 我们知道所罗门皇是以色列 统一王国时期最鼎盛的一代君王 我们知道所罗门皇是以色列王国里面 最鼎盛的一个君王 所罗门皇也可以称作 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 最鼎盛 最繁华 可以说作为奢华的一代君王 所罗门皇都是以色列整个王国 最鼎盛 最繁华 最厉害的一个君王 但是 马太说 即或如是 所罗门即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但是他都说 所罗门皇激繁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都不像这个花一朵 百合花他老苦了吗 百合花他有做过些什么呢 他为自己的装饰仿纱了吗 他为自己的装饰仿纱了吗 没有的 没有 但是 既或如是 神仍旧使他的装饰胜过 最鼎盛的君王 但是就算是这样 神都让他的装饰 更漂亮过这个最荣耀的君王 即使他的生命很卑微 早晨还在 晚上就被放在炉里 但是神仍旧 以极美的华服装饰他 但是神依然以极美的华服 这一个比较和比喻 这个比较和比喻 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极大的空间 你看到一个极大的空间 一个卑微的生命 一个卑微的生命 犹如小草 就好像小草 犹如小花 好像小花 犹如小鸟 好像小鸟 神对他们的供应 神给他们的装饰 竟然比君王还要华美 居然比君王还要华美 神竟然如此爱这些 卑微的小生命 神依然竟然会爱 这些卑微的小生命 会更加垂爱我们 比他们贵重得多的人 所以这个结论就 哭之欲出了 所以不必忧仇 天父知道你们的需要 所以不需要忧仇 天父知道你们的所需 我觉得在这里的用词 是非常准确的 我觉得这里的用词 是非常准确的 前面是讲的 神供应小鸟 小花小草 前面就讲 神供应小鸟 小花小草 但是在这里并没有说 神无常地供应我们 所用的一切 但是这里又不是说 神无常地供应我们 所要的一切 告诉我们说 神知道 我们所需用的一切 而是告诉我们听 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那么我们就要问 神是否会 也像供应我们 像供应 小鸟 小花一样 那是否就是说 神会供应我们 好像供应 小花小鸟一样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像小鸟一样 像小花一样 就是说 我们好像小鸟一样 小花一样 不种也不收 不劳苦也不仿杀 不种也不收 不劳苦也不仿杀 不做事 然后我们可以 衣食无忧 那我们也可以 衣食无忧 是不是可以这样 各位弟兄姐妹 是不是 是不是 大家摇头 大家都摇头 因为如果今天你没有工作 今天如果你没有工作 明天会贼 明天会怎么样 明天没关系 还有得吃 有得喝 有得住 明天可能还有得吃 有得住 有得喝 但是两三个月以后 但是两三个月之后 那个忧愁可能就越来越多了 可能那个忧愁就越来越多了 因为我们的储蓄可能不足以 供应我们长久的时间 因为我们的储蓄可能不足以供应我们这么长久的时间 我们不可能像小鸟一样生活 我们不可能像小鸟一样的生活 什么都不管 只管去飞翔 什么都不用理 只管去飞翔就行了 我们是受理智的受造者 我们是有理智的受造者 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担当我们自己的责任 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担当我们自己的责任 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 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 也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也都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但不是让我们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 神就供应 但是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的事 情况下神就供应 要一天当一天的难处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肩负我们的责任 也都是说我们要肩负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付出我们的代价 我们也都要付出我们的代价 主知道我们的需要 主知道我们的需要 那这个里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这个里面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神有能力供应所有生命的需求 神有能力供应所有生命的需求 但是我们必须肩负我们的责任 但是我们都必须要肩负我们的责任 我们不能像小鸟一样 不种也不收 我们不可以像小鸟一样 不种也不收 但是很有趣的是 神为什么又不让我们 为着明天去忧虑呢 但是很有趣的是 为什么神又不让我们去为明天而忧虑呢 因为在33节那里说 如果我们像小鸟一样 只为生活忧虑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像小鸟一样 只为生活忧虑 可能这句话应该 换一个方式 要不然 这个翻译都觉得很乖了 好 我重新说这句话 我们不能像小鸟一样 我们不可以像小鸟一样 小鸟只需要 有吃有喝就够了 我们是不一样的受造者 我们是有理性有理智的人 我们是有理性有理智的人 所以我们有责任 也有使命 所以我们有责任 也有使命 如果我们的想法 跟小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的想法 跟小鸟是一样的 我们的追求 只在吃喝穿住行 这个层面上的话 我们的追求 只是在学住行 这些层面上 那我们的生命价值 就跟小鸟相似了 那我们生命的价值 就好像小鸟一样 耶稣说 你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 耶稣说 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 很显然 耶稣把跟随他的人 和没有跟随他的人 有一个划分 很明显 耶稣将跟随他的人 和不跟随他的人 有一个划分 没有跟随耶稣的人 是外邦人 没有跟随耶稣的人 是外邦人 而外邦人的生活范围里面 是赚多多的钱 外邦人的生活方式 就是赚更多的钱 吃好东西 有好的社会地位 有更宽广的视野 有更宽广的视野 有更自由的生活空间 有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那些 有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那些人 但是跟随耶稣的这些人 但是跟随耶稣的这些人 生命的需求 不仅如此 生命的需求 不是但于此 是应该更明白一件事情 你应该更明白一件事情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医生吗 身体不胜于医生吗 医生吗 也就是说 我们除了日用饮食这些需求以外 我们还应该考虑到 我们的生命的需求 我们也都应该考虑 我们生命的需求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呢 既然如此 我们应该是怎样呢 经文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经文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样表明我们的生命 与小鸟与外邦人是有区别的 这个是说明了 我们的生命和外邦人是有区别的 先求可见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 先求 我们首先这里看到的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要把神的活和神的义 放在我们生活所需之前 就是说我们要先将神的国和神的义 放在生活所需之前 神给我们生命的义 神给我们生命的义 不是穿漂亮的衣服 不是穿漂亮的衣服 不是吃美食果腹 不是吃美食果腹 不是仅仅享受在世间之上 而是让我们与祂的国度有关 让我们的生命与众不同 要我们的生命与众不同 是与祂的性情相关 要与祂的性情相关 让祂的义成为我们的义 让祂的义成为我们的义 让祂的国成为我们的国 各位弟兄姐妹 不是只是生活在地上的这个国 不是只是生活在地上的这个国 不是以地上的性情为性情 不是以地上的性情为性情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份使命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份使命 我想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份荣耀 我想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荣耀 求是让我们专心注目在这件事上 是要我们专心注目在这件事上 就是全神贯注 在全神贯注 就是让我们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是我们一生最长久的目标 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是我们一生最需要追求的目标 其他的生活所需 可能是我们在一路上的一个陪伴 可能是我们一路上的一个陪伴 如果我们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这样的话 经文下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就加给我们了 经文上面告诉我们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将会加给我们了 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什么呢 除了关注我们的生命与神的国 神的性情相连以外 除了关注我们的生命与神的国以外 我们的生活上还需要什么呢 我们的生活还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最基本的衣食住行 我们需要最基本的衣食住合 我们也需要心灵深处的满足 我们也需要心灵深处的满足 我们也能够在生活当中发挥我们的藏处 我们需要在生活里面可以发挥我们的藏处 我们要有足够的空间来证明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要有足够的空间去证明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确实需要有掌声有鲜花 我们确实需要有掌声有鲜花 我们确实需要生活比较轻松 空间比较广阔 我们确实需要生活比较轻松 比较广阔 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 主知道 天父知道我们的需求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面说 天父会嫁给我们 也就是说 他会嫁给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的 哪怕是心灵的这份满足 这一切天父都会加给我们 哪怕是心灵里面的那份满足 这里面我们要学会有个先后次序 但这里我们要学会有个先后次序 如果我们生命里面 是抓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自我享受 如果我们只是想自我享受 找着于一切 我们的生命就归类在外邦人的那个范畴里面了 我们的生命就归类在这个外邦人的那个范畴了 所以 神要把我们的生命方向调转 所以神要把我们的生命方向调转 让我们与神的国和神的义相连 让我们与神的国和神的义相连 这才是我们生命该有的价值 该有的责任 这个才是我们生命应有的价值和责任 我们不要为吃穿吃喝住行来忧愁 我们不要为吃喝住行来忧愁 却应该全身关注在神的国和他的义当中 要全程关注在神的国和神的义当中 如此神就会将我们所需的一切 供应给我们了 如此神就会将我们所需的一切去供应给我们 我们不必为生活所需所担忧 我们不需要为生活所需来担忧 认真的活在当下 把明天交托给神 让他来供应 让他来供应 这是一份信心 这是一份跟随主专注的精神 这是跟随主专注的精神 以上的经文会提醒我们有三件事 以上的经文会提醒我们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这样的 第一件事是这样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懂得优先次序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先懂得优先次序 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加给我们生活所需的前提条件 当我们有信心寻求神的国的时候 当我们有信心去寻求神的国的时候 神就必然把我们生活所需的一切 神就会把我们生活所需的一切去加给我们 各位弟兄姐妹 你有这样的信心吗 各位弟兄姐妹 你有这样的信心吗 我相信这不是各位第一次明白这个真理 我相信不是各位第一次去明白这个真理 但是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努力去遵循这个真理呢 但是不是我们生命当中 会去努力去追求这个真理呢 很有趣的一个事实 礼拜天来临的时候 星期日来临的时候 我们是崇拜主还是去工作 我们究竟是崇拜主还是去工作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现实问题 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烟湿问题 各位基督徒 我们应该在主日的时候崇拜 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在主日里面去崇拜 但同时我们身上肩上也担着整个世界生活的需求 但是我们的肩上都担着这个世上生活的需求 在两者之间 在两者之间 你选择哪一个成为你的优先 你选择哪一个作为你的优先 我常常跟一些不能够稳定出席崇拜的弟兄姐妹联络 我常常跟一些不能够稳定出席崇拜的弟兄姐妹联络 同样生活在世间的我也非常理解 明白他们的难处 同样生活在世界的我 也都非常明白理解他们的难处 所以当我确认他们因为工作不能来崇拜的时候 所以当我确认他们因为工作而不能够来崇拜的时候 我会提醒他 我会提醒他 你不能回到教会里来崇拜 你不能够回到教会里来崇拜 但你的内心里面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 但是你的内心里面是必须要有心灵和诚实来道敬 哪怕是在你工作的时间里 哪怕是在你工作的时间里 主日的这个时间是我们敬拜主的时间 主日的这个时间是我们敬拜主的时间 因为工作你不能够来到 因为工作你来不到 这不是最坏的一个消息 这个不是最坏的一个消息 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 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敬拜主 同样是一个美好的崇拜 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 这个也是一个美好的敬拜 但是最可怕的是 哎呀崇拜好无聊哦 觉得崇拜很无聊 每次都听那个牧师讲 每次都听这个牧师讲 他翻开圣经 我差不多知道他下一句要说什么了 我翻下圣经 我下一句都知道他说什么了 我刚好今天要上班 不用去崇拜 我刚好今天要上班 当然不去了 我可以心里很坦然地去工作 我们内心里面如何选择这优先权呢 我们内心里面怎么去选择这些优先权呢 在这段经文上面部分是说 你是选择侍奉马门还是侍奉神呢 在这段经文的上半节是讲的 你去选择侍奉马门还是侍奉神 我们心里对这个世界和主的国 优先选择权倾向在哪里呢 我们心里面对于主和自己的负担 优先在哪里呢 我想最清楚地莫过于我们自己了 我想最清楚地莫过于我们自己 无论给出的原因是什么都不重要 不论吸出的原因是什么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良心可以衡量 我们与主的国度之间的关系如何 最重要是我们的良心可以衡量 我们与主的关系和国度的关系如何 第二我们要说的是 天父是我们所需要的 一切的供应的主权者 第二要说的天父是我们供应的主权者 就是他要供应 是他要供应 没有人可以主打 是没有人可以阻挡的 可以用很多奇妙的方法 就供应在我们身上 可以用很多奇妙的方法 就供应在我们身上 非常生动的两个字叫做加给 非常生动的两个字叫做加给 不是我们努力工作才有的结果 不是我们努力工作才有的结果 是白白的恩典 是白白的恩典 是耶和华神奇妙的作为 是耶和华神奇妙的作为 这个就是神的主权 这个就是神的主权 这是神的恩典 这个是神的恩典 所有一切不在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忧虑 所有一切不在于我们自己对神的忧虑 这是我们需要改换我们的思想 所以我们需要改换我们的思想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 你要努力地杀众 你要努力地杀众 你要努力地耕种 你要努力耕种 你将来才会有一个好的收获 将来才会有一个好的收获 所以我们努力读书 所以我们努力读书 拼命工作 因为最后我们会得一个好的工作 好的一个社会地位 好的一个精神的这个范畴境界 最后我们就有一个好的社会地位 一个范畴一个境界 所有的都是我们自己努力而得的 因为所有都是我们努力而得的 但是耶稣说不是 但是耶稣说不行 如果我们有了优先选择的 次序的这个智慧的话 如果我们有这个优先选择的智慧的话 我们便会体会主是供应的主权者 我们就会体会主是供应的主权者 这是十分奇妙的一件事情 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这是信仰里面的特殊的经历 是信仰里面特殊的经历 各位弟兄姐妹 你经历这样的经历了吗 各位弟兄姐妹 你经历了这个经历了吗 第三 我们的生命应该转向更有价值的方向 第三 我们的生命应该转向更有价值的方向 我们努力工作也好 我们努力地提升自己也好 我们努力地提升自己也好 我们的最终终点不在于这个世界 我们最终的终点不在于这个世界 不在于一会儿我们吃的是海鲜 还是吃的白粥 不在于我们一会儿吃的是海鲜 或者是粥 神已经把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生命 定在一个自高点 神已经将我们这一帮跟随他的人 定在最高点 把我们这些人的生命 已经与他的生命相连 将我们这一帮人的生命 与他的生命相连 让我们透过云彩来到荣耀之处 对了 让我们来到他的荣耀之中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的话 耶稣的真理要告诉我们 耶稣的话 耶稣的真理要告诉我们 让我们不仅在生活当中 方式 思想方式有所改变 我们在生活当中不仅是思想方式要有改变 也让我们的生命脱离这个世界 与他的国度和他的性情相连 我们的生活方式要脱离 与他的国度要相连 那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的 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各位 你为你的生活和你的明天忧虑吗 你会为你的生活 为你的明天忧虑吗 你此时此刻内心深处有重担 有忧愁吗 此时此刻你内心有重担 有忧愁吗 为着经济收入 为着经济收入 为着家人平安 为着家人平安 为着健康顺遂 为着健康顺遂 为着事业感情 为着事业感情 为着子女后代 为着社会发展 社会的发展 甚至是为着香港的明天 或者是为香港的明天 你有忧愁吗 你有忧愁吗 有过虑吗 有忧虑吗 你心中有重担吗 你心中有重担吗 另外我也想询问大家 你相信主的话 大有权柄和能力吗 你相信神的话 主的话 大有权柄 大有能力吗 两千年前 马太所写下的经文 两千年前 马太所写的经文 今日仍旧 大有荣耀的彰显 在我们当中 今天依然大有荣耀的彰显 在我们当中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请我们一起来读出这段经文 请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 一二三 请 所以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自爱永生的天父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仰望你的救恩 仰望你的真理 求主 此时此刻 也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 和忧虑 主啊 我们在你面前 坦入 将我们的肺腑心肠 摆在你面前 我们每个人 或多或少 或重或轻 都有某些的忧虑和压力 主啊 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需要 投靠在基督耶稣的 绑壁之下 你是供应天地万物的主 你更加知道我们的需求 明白我们的感受 求主 引领我们 将我们的生命 与你的国度 与你的性情相连 让我们 从自己的思虑 烦扰当中 从我们的软弱 和跌倒当中 转离出来 让我们定睛 全身贯注在你那里 使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使我们的生活 也被你改变 主啊 我把这一群羊 和他们的需求 交在主的手中 求你来担当 赐福给他们 按照他们所需的 按照他们的心灵 引导他们未来一周的生活 我们也恭恭敬敬 把山衣交在主的手中 我们愿意担 今日的难处 我们更愿意将 明日交托主手 相信你丰富的供应 必然略天而降 充满在我们当中 我们如此 同心仰望祷告 奉耶稣圣明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